新鮮鮑魚先用熱水全燙 再用醬汁調味 許多民眾吃喜宴就愛這一味 但是在台中午期 卻有一名86歲的老翁 差一點因為鮑魚料理斷送性命 就是這顆鮑魚害慘了86歲老翁 當時在喜宴會場鮑魚已上桌 老翁想大快躲移 但是由於常年裝假牙咬不動 老翁乾脆把整顆鮑魚直接吞進去 沒想到阻塞呼吸道 經過急救 恢復心跳 但是仍未脫離險境 送到醫院之後 我們看到它是屬於歐卡 就是完全沒有自發性呼吸 沒有心跳 這個時候我們準備要插管的時候 才意外的發現 它在喉嚨的地方 有一個大概五成八公分 滿大一個很完整的一個鮑魚 事發當下 餐廳業者立刻呼叫這戶車 但是沒有對老翁實行 哈姆立刻急救法 仰手護砲 往下45度腳戳擊 連續五次 醫師還特別在臉書上PO文寫到 每位鮑魚也能成為殺人凶手 特別提醒哈姆立刻急救法真的很重要 每個人都要學 危急時刻或許能夠避免悲劇發生 記者鄰居委員兵台中採訪報導